中國證券監管機構據稱已經要求在美國上市的一些中國著名網絡公司 與美國證券監管部門合作,為提交美國要求的審計紀錄做好準備 路透社星期三,3月23日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話說 中國證監會及其他監管機構這個月較早時傳召了多間互聯網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 對他們準備和美國合作作出指導,相關公司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京東 今年3月初,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宣布根據外國公司文集法的要求 認定五間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將會面臨退市風險 因此引發大批投資者對中概股最新一輪的拋售 之後,為了緩解投資者的緊張情緒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表示 近一段時間,與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就審計標準展開溝通 並取得積極進展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 拒絕讓美國監管機構核查中概股的審計紀錄 美國2020年通過外國公司文集法 要求在美國上市的公司必須使用符合美國上市公司 會計監管委員會標準的會計事務所進行審計 連續三年不符合規定的公司可能會從美國交易所退市 PCAOB公布的訊息顯示 中國是唯一一個不允許該國公司向美國機構提供核查審計紀錄相關材料的國家 提供核查審計劃